台中县失智者关怀协会长期对于独居老人非常重视 在99年9月时申请还起诉劳动人的服务 恰巧陈昌荣先生安装热水器及水电工样样精通 便开始跟着协会到偏远山区协助独居老人安装热水器等服务 那我们在服务独居老人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发现不温的老人冬天他们家没有热水澡 没办法在家里洗热水澡所以我们就沐了 那个热水器 那正好地检署的环企树他派了一个劳动人陈先生 他是在煤气行上班的他有专场 所以我们就拜托他帮我们到独居老人家里安装的热水器 那也很感谢他装到晚上八九点 工贵上我们可以方新邦给他去做 他对台的客人实在是 一些人家都很厉害他说会对这个方面 服务方面 对点来的工作都很认真 回到家讲给老婆听都是在帮助那些老人家 他也是蛮赞同的 因为讲给他听那些老人家的状况 还有生活奇迹的状况 老婆跟孩子也都蛮赞成的啦 也请大家给还起诉劳动人重新的机会 东南新闻 方有林 台东市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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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